有一位穷困潦倒的年轻人 他身上在美国 他全部的钱加起来 还买不起一件像样的西服 但他全心全意 坚持着他心中的梦想 他想做演员 他想拍电影 他想当明星 当时美国好莱坞有500家电影公司 他根据自己排列的计划名单 带着自己写的剧本一家家去拜访 结果500家电影公司 没有一件一家愿意聘用他 面对无情的拒绝和冷嘲乐福 这个年轻人他没有灰心 他从最后一家被拒绝的电影公司出来之后 他继续了第二轮的拜访推荐 还是失败告终 第三轮的拜访又失败了 这个年轻人咬着牙 进行第四轮的拜访 当拜访到第三百五十家电影公司的时候 这家公司的老板破天荒地让他留下剧本 好 让我们看一看 这个年轻人欣喜若狂 几天之后他获得通知 前去详谈 就在这次商谈当中 这家公司决定投资开拍这部电影 电影的男主角不久就问世 这部电影叫洛奇 这位年轻人的名字 就是现在红遍全球的巨星 史太龙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在人间 在这个社会当中要具备很多失败和忍辱的心理素质 连你自己都怕受挫折和失忆 你就焕发不出心灵上的勃勃生机 谁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活得很累 但是要记住只有接受失败才能重新找到希望的起点 佛法中就是要我们顺其自然来承受征途上一切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这四个八个字就是 不要拿到了人间的一切物质的东西 马上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很快就会失去 也不要经常认为自己没这个能力去做 我做不到 我办不到 而伤自己 物以己悲 所以平平时时的 处事为人 这才叫随缘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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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